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高雄亮起来 我是吴之宇 在这个礼拜要和大家谈论的就是高雄捷运了 讲到高雄捷运 大家就会想到这个运量 不过呢 其实捷运公司在拼运量上面 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 到底有哪些方法 我们来请教专家 欢迎我们高雄捷运公司的开发行销处经理 苏杨丽苏经理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 欢迎今天聊到节目当中 非常的积极努力啊 这边 是 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关于你们的VCR 搭着高捷运卡通 我们可以搭乘高雄捷运 也可以拿来搭乘台湾好行的 墾丁快线前往皮东 端春墾丁玩一玩 甚至可以拿来搭乘大台北 和大台中的客运公车 别怀疑您没听错 只要一张小小薄薄的高雄捷运一卡通 就可搭乘北中南部分交通工具 几乎能吐全台湾 因为配合交通部多卡通电子票证政策 从6月1号开始 高捷公司一卡通新政策上路楼 以南台湾来说 除了原本的高雄能搭乘捷运公车极度轮 到了台南嘉义屏东县市 搭乘客运公车其实也可通 现在更是扩大范围 连大台中和大台北都能使用高雄的捷运一卡通 大台北地区包括首都客运 大台北客运 大都会客运 那中部的地区像中张投地区的南投客运 台中客运 彰化客运 风源客运 总共有台北地区大概有4000多辆的公车 中部地区大概有1900多辆的公车 除了国道以外 只要是在大台北中张投与嘉义以南县市市区内跑的巴士 大多都能使用一卡通来搭乘 为了提升使用率 高杰公司也在其他县市推出转成优惠 台南市是两个小时以内 搭公车 公车和公车 因为台南还没有捷运 公车和公车之间的转称 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那在台中的部分呢 就是8公里以内 通通免费 那转称的话 当然你付费的部分 如果你有付费 你做超过8公里有付费的话 他也会提供转称的优惠 很方便啊 很方便 怎么说 怎么说很方便 不用带那么多卡 不用带很多钱啊 非常方便 怎么说 而且还比较便宜 那当然对消费者来说 是最大福利 期待未来手持一卡通 真的能在全台走透透 高杰公司表示 将会持续拓展贩售价值据点 让一卡通使用更加方便 在全国打开知名度 好 在看完影片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先请经理 向大家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电子票券 电子票很简单来说啦 它就是里面有电子钱包的一种工具 那它目前大多就是IC金贴卡的形式啦 像一般来讲 它IC金贴卡的形式的话 是可以将金钱价值 储存在它里面的电子钱包 然后用电子的方式来做一个交易的工具 所以像一卡通这个就是 对 一卡通的电子钱包 目前台湾来讲的话 最出名的电子钱包大概包括一卡通嘛 包括悠游卡 然后还有iCash 然后台湾智慧卡 跟源头ETC大概这五种 是是是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新闻喔 其实有讲到说这个一卡通的使用 现在已经非常多元非常广了 那可能这个影片毕竟比较短嘛 是不是请经理在节目当中 再跟我们刚刚没有听清楚的观众朋友说一下 到底现在这个一卡通可以使用的范围喔 就是从南到北啊 还有可以怎么样使用啊 在哪些地方呢 是可以在哪些交通工具上来做个说明 好 我简单说一下好了啦 是 实在是可以使用的范围 现在已经涵盖全台湾了 是 那个首先当然是在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是包括高雄捷运 是 然后高雄市公车 是 然后那个台南市公车 是 然后客运 还有行动客运啦 是 高客啦 然后还有一些西南客运啦 是 那东南客运啦 这些都可以搭乘 那另外呢 也可以用在渡轮上面 是 渡轮也是可以的 是 那自六月一号以后呢 我们已经跨过嘴水溪 到达中北部了 那到达中北部以后呢 就是大概台中部分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台中客运 园林客运 彰化客运 然后大概1900辆左右的公车 那大概13家的业者 都可以使用每一卡通 是 然后在北部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大概就是台北客运 首都客运 大都会客运 那总共加起来呢 就共10个业者 然后是4500辆的公车 都可以使用 是 大概使用范围就包括这一些 是 那可以往屏东吗 再往南 屏东的部分包括墾丁快线 墾丁快线是4家连运的 也都可以使用一卡通 是 那这样子是从南 吐到台北这样子了 对对对 现在其实全台湾都已经可以做了 是 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是有跟高雄一样 就是在使用上有优惠 包括高雄本身其实也有优惠的是不是 如果没有再搭成捷运的民众 可能不太晓得 这个我说明一下 在高雄捷运卡通呢 我们大概在今年有推出几个优惠啦 第一个就是公车跟捷运间转成的优惠 是 就是简单来说 你如果先搭捷运再搭公车 或者搭完公车再搭捷运的话呢 大概可以想要公车票价半价 就是减少6块钱的优惠 转成之间的优惠 对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大概在7月1号开始推出的 我们现在对学生 因为我们学生是我们未来培养的主力人群嘛 然后我们也推出一个学生票价优惠 那只要凭学生卡 学生卡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捷运所发出来的学生卡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数位学生证的部分 都可以享受七五则的优惠 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7月1号开始 对 会到年底 以往是有这一块的吗 学生推出 这个是今年特别推出的 其实我们也是跟政府这边的环保基金这边争取的 是 那这对学生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 因为暑假大家也想出来玩 对 可以用到 不管是开学之后通勤也用得到 没错 所以应该会呼吁学生族群们 大家多使用一卡通在搭车的捷运 对 还有搭公车也比较方便 对对对 那是不是在台南的部分 或者是中部有没有优惠啊 在台南的部分优惠大概是这样 它是属于公车跟公车之间转程优惠 因为台南还没有捷运嘛 对 还没有捷运 对 还没有捷运的话它就是 我先搭这一路公车 然后到了暂点以后 对 我换搭下路公车它也是一样半价优惠 是 对 所以现在这个一卡通这么广泛的在运用 就这么的多元 它是一个趋势吗 还是说其实是配合一些政策 有没有它当初的 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动机跟原因 我想分两个层面来讲好了啦 第一个 我想这种电子票证的应用 它未来是会是个趋势 那对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呢 我们公司大概也是认为说 这个一卡通提供便民的一些服务 让一卡通的使用范围 包括它使用的一些功能面更加加强的 都是我们公司一项的政策 所以我们从97年开始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一卡通 它只能用在高中监狱身上 那后来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推展 推展以后 包括台南市啊 包括平通县市啊 我们都把它整合起来了 那整合起来一卡通就可以横跨南部地区这样子 那当然中央过来有推出一个多卡通政策 这样对我们的好处是说 这些公车业者 客运业者 他比较愿意去跟我们这些票卡业者去谈合作 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就跟他们谈合作 对 然后在今年就全台都可以通了 是 就一卡再舍怎么样都方便 对 全台都通这样子 所以在捷运公司的立场看来 有这样的一个新政策上路之后 您觉得对于这个运量的提升有没有帮助 运量的提升方面帮助一定有啦 是 可是这个大概数据上会比较难以量化 是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样想好了 一卡通如果说它使用范围比较广的话 那使用范围比较广 那民众愿意持有它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对 这个时候呢 其实民众在钱包里面有一张一卡通 会大大增加它达成高雄捷运的机会 所以它对我们捷运量是有帮助的 是 而且会让一些就是外地的观光客来 对不对 对 就是来买这个一卡通 因为我既然是外地的观光客的话 我买了一卡通 其实在我自己本身 也许我就在台中或是台北都还用得到 对对对 其实像台中的居民啊 他们台北的居民啊 他们如果说下来高雄玩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买了一张一卡通回去 还是可以使用的 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 尤其是我觉得买了之后还可以做个纪念这样子 真的也许啦真的是就您所说的会有这个帮助是乐观的 没错 是是是 那现在除了这个一卡通啊 在我们捷运站加值以外 不知道有没有更便民的方式啊 就是有没有开放其他地方可以让大家加值这样 这个我们捷运公司大概从去年底 去年底开始就已经推出了 在南高坪地区呢 就是南部地区这边全家大概有450家点都可以进行加值 那当然还有包括我们捷运三个七个车站都可以加值 这是目前已经推出的 那另外来讲的话 目前我们也跟包括统一 包括莱尔富 包括OK在洽谈 在里面就进行一卡通可以进行加值的功能 是是是 全省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先针对南部 然后慢慢会扩到全省 哇那这样真的好方便哦 对 对就是到这个24小时的这个便利商店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捷运卡做个加值 没错 是那当然我们在一开始就有提到说 我们为了提升这个运量啊 其实你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除了这个多元发展之外 是不是在一卡通的设计上面 你们也是想破头啊 就是要怎么样去发行些什么东西啊 结合什么样的科技 是不是有请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 一卡通的部分我们大概 也是大概分两个部分啦 我们第一个想的是加强它的应用范围 所谓应用范围就是刚才说的交通部分 把它扩展出去 那第二个怎么办呢 包括它功能的部分 功能部分我们就想破头说 这张卡怎样会有更多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跟银行那边去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就发行一卡通联名卡 跟银行合作在一起 所以一张卡在手上的话 你可以搭车 你可以当作信用卡去消费 是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也结合了像学生证 让学生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这张卡不但是学生证而已 它有包括配合一些学校医化 然后它同时也就有交通功能 那鼓励学生 他用交通工具 用大众工具来进行他的交通行为 是 那第三个是还有保全门禁卡的部分 我们也是跟保全业者合作 对啊 你回家的时候 你搭车搭回去的时候 对 你回家的时候还要再换另外一张卡出来 刷一下残燃进去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说我们也把这两张卡结合在一起了 对 结合在一起以后 所以我们最近也是跟保全业者 和大楼管委会的业者在掐谈 对 是 掐谈这些东西 那当然第二 然后第三点是刑事滑的部分